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终于轮到二斤的机箱要做升级了 那么二斤的第四颗9900K光荣的退役了 然后当然它身体还蛮健朗的嘛 对吧 然后主板华硕的M11H也是挺不容易的 然后就是挺到了现在 之后二斤打算去派他们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 然后让它作为一台二斤日常打游戏 或者是去做一些日常娱乐的一台主机 那么我为它选到了名人堂十周年的这样一张显卡 当我要跟大家说这张显卡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张显卡它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十周年 一个是超频实验室版 最后一个是大师签名版 然后我们发现我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版 然后它们三种这三个版本的显卡 它们只有频率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它只有上机了 我们才知道它是谁 那么现在小伙伴们弹幕上我们可以打赌 我们说说它是大家觉得是一二三 大家就弹幕发就好了 然后我们赌一个 这张显卡 这张显卡 也帮我说这张显卡 243 好 不好意思 刚刚插播了一个片头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话来说 我们现在就拆开这张显卡 我们来看一看它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外壳 不好意思啊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外包装 然后非常的硬它这张显卡的紧 它的显卡就是从里到外都是白的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基础信息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边是显卡 然后这边是它自己配备的这样一个定制线 然后在这里是一个小屏幕 这块屏幕就是二斤看的时候 它是一块独立的屏幕 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要安在什么地方 我们之后再来看 然后还有它们送的U盘 然后这边是一个这样子专门定制的一个 应该是支架的这样一个底座 它这边也有一个支架底座 这个也应该是 下边这就是彰显身份的时候到了 对吧 手套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卡拿出来 现在就让我们来上机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样一个频率是1740 也就是10周年版本里面最普通的这样一个版本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3DMark 3DMark整体下来就是一个2080Ti的这样一个水平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游戏方面的这样一个表现 在游戏方面我们可以看 就不管是玩3A大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游戏 对2080Ti和9900K的CPU它都不会有压力的 然后有些小伙伴就纠结了 这几个版本它的频率就差那么多少 就怎么说 就算是大家拿到最普通的版本 然后去对比它最高阶的版本 它就是频率相差 就是性能怎么就10%嘛 就是你不知道贵了多少钱 然后提升那么一丢丢性能 我觉得是不用太在意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张显卡 这张显卡大家可以看到 正面是三个这样90毫米的三个风扇 然后这个上面它搭载的一个散热的系统 就是他们家自己叫一个白金座散热系统 就是很好听 混合散热 风冷加水冷的这样一套散热系统 据说是很强 但是这个是我们测试过之后才知道的 然后这三个风扇带有自动启停这样一个功能 在显卡温度低于50度的时候 然后它就是停转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正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纪念款的 这样一个时空光纹的这样一个灯 是从10年到2019年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这一面 这一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它这样一个国际通风版的冷头在这里 然后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分体水冷的机器 是可以去使用它的散热会更加的好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接NV-Link的一张卡 如果这张卡在下面的话 大家就可以不用拆掉这个挡板 但如果它是印桥 如果你的两张显卡上面的这个要接的话 它必须把这张显卡就是这个部分拆掉 拆掉以后从这里接一个印桥下来 就上面的这张显卡的logo部分的挡板必须是拆掉的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接口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小屏幕的这样一个接口 小屏幕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这样子的外接线 然后把这个接到这个侧面 小屏幕往哪里安 跟大家说一下 二斤一开始也是比较疑惑 这个小屏幕要往哪里安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定制的底座 然后它这个底座再加上其中一个金属支架的这样一个金属杆 然后接上以后就可以把小屏幕后边这里的双槽 然后卡到这个金属杆上面 然后这个小屏幕就可以安好了 然后这边是38PIN的这样一个供电 在背面大家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白花花的背板 然后包括这里是一个10周年10周年的这样一个会亮的灯 然后比较特别的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 环顾四周以后发现了什么 这一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常规的接口 然后这里大家不要想成它是一键超频 它这个按钮是没有任何超频功能的 它这个按钮是一键让风扇满载 就是当你觉得风扇特别热的时候 你可以一键按下去以后 三个风扇就可以去全力的散热 从表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三个这样一个90厘米的风扇 它是带有50度以下 然后自动启停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边是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这样一个分体式水冷的冷头 也就跟大家说 大家只要不用小作坊的水冷 它这个铜就一定是可以用的 然后里边的热管一共是有6根3根8毫米的 还有3根6毫米的 然后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90毫米乘以90毫米的这样一个真空枪军热板 就是听起来其实二斤是对吧 大家又到了这个不太明白的 但是觉得很高端的这个时候 核心是图灵102-300-AE 跟其他的旗舰G2080Ti的相比没有区别 然后还有这个11G的GDDR6的这样一个显存三星的颗粒 跟其他的相比没有区别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供电方案 供电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是19项的这样一个供电 一共是三项的显存供电 还有这个16项的就是核心供电 然后它的PWM控制器是UP9505 而且这张显卡拥有三个PWM控制器 跟其他的旗舰G2080Ti相比没有区别 就是它毕竟就是一张旗舰G2080Ti 它跟其他的能有多大区别 对不对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HOF的这样一个AI的调节软件系统 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它的这样一个光效 然后AI去帮助的一个超频 然后风扇的调节 以及它这样一个小屏幕的调节都在上面 还是说非常的全 然后在我们调节显卡光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有非常多的颜色 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 每当你调节一个新的光效 然后它会有一个小的过场动画 就是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高级 但是小屏幕这里呢 二斤觉得除了显示它的各种的基础信息以外 大家可以去设定一些文字 但是文字只有英文 之后如果有中文和过场动画就更好了 其实这样一个外接小屏幕呢 是实际上的解决了我们有时候心理上想装逼的一个问题 就像二斤这样子竖着去装显卡的话 如果它集成在了显卡上面这个部位 那我们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是不是 那这个小屏幕呢 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嘛 如果你的迹象是黑的 你想办法把线伸出去 你就给它放在这里 是不是 然后给二斤感受比较惊喜的一点 就是除了它这个通体白色 这个已经不是特别稀奇了 可能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这个白色影尺高端 名人堂身份的象征 但是现在随着这种显卡嘛 样子也越做越多 然后颜色也都是丰富多彩 可能就并不是那么的有优势了 然后现在我们说到的就是白晶做这样一个混合散热系统 它是使用了两个槽 然后现在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去安装它 那么大家就是会想一开始 二斤要测评它这个栏目 你就在想什么 你是不是在想 是它这个性能像12GB的2080Ti No 它就是这样一个正常的性能 那这张显卡搭配这台机器 它就可以安全的退休了 毕竟在这台机器里面 我们已经换了4个9900K 然后换了5块N390主板 就是非常的坎坷 然后也祝贺我这台机器安全退休 然后变成了二斤一台在日常去玩游戏的主机呢 那么二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所有小伙伴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二斤的话 请二斤点赞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